民歌西餐厅不堪亏损西登号,赖名为无仇现场。 台北最后一间民歌西餐厅街角二号即将歇夜,老中青丧带三十组歌手轮番上阵,无仇开唱献上最后祝福。 图街角二号提供,2018年4月6日。 早期的民歌餐厅,不仅仅是许多五六年级生的青春回忆,更可说是台湾唱片市场的极大缩影。 许多唱片圈的天王天后,几乎都是在民歌餐厅被发掘。 街角二号走过七年万载,但终究不敌台湾经济景气的低迷,这间台北最后一家民歌西餐厅,宣告将于4月8日夜晚吹西登号,金曲歌王萧黄奇将压轴献唱,并以自身成名歌曲《莫班车》作为演出结尾。 街角二号老板刘玉林说,经营七年半,前五年多赚钱,月收入约150至200万。 不过景气已经大不如前,股东都不愿再投资选择退股,他只好独自经营,而从2017年9月起到2018年3月,亏损约300多万他独自扛起。 街角二号在歇夜前夕,将连续举办三天街角的祝福告别音乐会,众多演艺圈好友纷纷表示惋惜,并拨空前往捧场。 今、六、日起歌手赖鸣尾、陈生、施文斌等歌手轮番上阵演出,接下来两日将有林心仪、林玉群、艾依良、罗美玲也将现场。 另外艺人康康与街角二号老板是多年好友,一听到歇夜消息马上改了机票提早飞回台湾,并应远出席最后一晚的告别音乐会,以行动表达支持。 康康不敢爱开玩笑的口吻,既然当年开幕都来了,当然闭幕也要在场,这样才是由始有终啊。 歌手赖鸣尾为街角二号献唱祝福,图街角二号提供,2018年4月6日。 歌手赖鸣尾为街角二号献唱祝福,图街角二号提供,2018年4月6日。